武松出家后才懂 他杀了西门庆 潘金莲 却放过了一个最可恨之人 那时宋江接受了朝廷的招安 带着梁山好汉 先后参加了平定辽国 田虎 王庆 方辣的各大战役中 武松作为宋江的左臂右膀 自然全程参与了所有战役 好比在争辽与雾炎光的决战中 武松攻破太阳阵 奋力一刀砍断了耶律得众的码头 将其击杀 在争讨田虎的战役中 武松同样大显身手 他一刀砍杀了沈安立下了大功 在攻打方辣时 武松在苏州城里大放一彩 三大王方茂就命丧于武松的砍刀之下 在杭州一役里 武松的表现照样精彩绝伦 他打得邓元爵夹着尾巴逃走 砍杀了杭州24将之一的贝英奎 在征讨方辣的战役里 武松被包到以暗算痛失一臂 最后跟着宋江班师回京 然而让宋江始料未及的是 即将功成名就的武松 断然拒绝了与宋江一起入朝为官 反而去了六合寺出家 武松出家之后 每日打坐修行 一日武松入定之后 灵台一片清明 想通了许多困扰自己多年的问题 好比武松就冥想了一个问题 即当年他为了武大郎怒杀西门庆 和潘金莲之事 原来那时身为都头的武松 忍受不了潘金莲的纠缠 搬出了武大郎之家 随着武松外出公干 不甘寂寞的潘金莲 却和西门庆好上了 长言道只包不住火 武大郎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 他杀了一个回马枪冲回家中 却被西门庆一脚踢得卧病在床 潘金莲借机熬了一碗药水 半红半片让武大郎喝下 最终将武大郎堵死 武松不久后回了阳谷县 发现武大郎之死或为蹊跷 在武松的排查之下 他终于知道了真相 他返回家中目杀潘金莲 后又闯入狮子楼击杀了西门庆 就连替西门大官人出谋划策的王干娘 也被武松活挂 随着武松自首次配孟州 这件事似乎就此完结 但武松怎么也没想到 武大郎惨死之事 还有一个最可恶之人 却被武松放走 原来武大郎之前 并不知道潘金莲和西门庆暗中来往 而是卖离的运哥 偷偷将此事告诉给了武大郎 可别以为运哥对武大郎有情有义 他会私下泄命 也是有自己的小算盘 运哥十五六岁 却也能以一人之力养家糊口 原来运哥非常机灵 他不像武大郎那样做固定生意 而是像一些大户人家兜售新鲜水果 在售卖精品水果的同时 运哥还说上几句好话 给上另外的打赏 而西门大官人就是运哥的主要客户 然而运哥有天突然发现 自己的大客户西门庆怎么也找不到了 这一下子直接断了运哥的财路 运哥不笨 他通过观察后发现 西门庆每日早早地跑到武大郎的家中 为此运哥来到王干娘家里 大吵大闹了一番 书中是这么写的 运哥怒道 我有什么不理会的 王干娘深知西门庆是难得一见的大警主 怎么会让运哥分得一杯羹 于是王干娘喊了人来 狠狠揍了运哥一顿 运哥气不过 这才将西门庆的秘密告诉给了武大郎 运哥的小算盘打得很响 他认为 只要武大郎知道此事 必然会守在家中 西门庆就此会恢复往日的生活轨迹 继续到街上溜达 那运哥的财路自然而然的就回来了 可运哥却间接害死了武大郎 原来西门庆在潘金莲的窜跺之下飞起一脚 踹得武大郎身受重伤 继而被潘金莲有几可衬毒的蹊跷流血 反过来说 若没有运哥从中搅扰 武大郎也不会死 武松也不会次配孟州 还能在都头的位置上继续高升 的确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潘金莲和西门庆之事迟早会被武大郎知晓 此时的他就不会在运哥的怂恿之下 强行闯入家中 继而被西门庆中创 怜香西域的武大郎只会数落潘金莲一顿 然后将此事告诉给武松 届时武大郎会在武松的建议之下写一封修书 武松是杨谷县的都头 在他的穿针引线下 潘金莲惹来了千夫所指 最后只能搬离武家 至此武大郎和武松又住到了一起 就不会发生武大郎惨死 武松颠沛流离的风波变故了 综上《水浒传》看似主要讲述了 梁山108号汉的精彩故事 但书中那些匆匆而来 匆匆而去的配角也是有血有肉 遇染纸上 给读者朋友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